黑鷹直升機飛底常置訓練中心救災演練現場 特殊救護人員從空中借油繩索垂降到地面 以救生吊環或救生吊欄 將傷患吊掛到直升機上後送 熟練的演練救災行動 吊欄的面積比較大 直升機會產生下旋溪流 那下旋溪流會導致人員跟單架會一直打轉 所以我們在下降過程或上升的時候 我們在一半中途我們會拋牽引繩 做拉的動作以免我們人員去打轉 新型的飛鷹我覺得相對性它的滯空能力很好 然後在飛行的時候也比較順暢 感覺滿有安全感的 對我們救災應該是滿大一個幫助 直升機立體救災演練 內容包含搜救人員與機組人員 搭配任務手勢運用 以及繩索滯空下降操作等 屏東縣特艘大隊訓練基地 自2020年設立直升機停機坪後 截至目前已成功完成拔起救援案件 更凸顯立體救災演練的重要性 其實這半年以來我們也出了滿多山域的勤務 那有些可能不小心受傷了 那可能我們沒有辦法用背負的方式背下來 那就可能又要仰賴這邊空警統隊的教官來支援我們 所以其實這兩三個月來我們已經搭配了三四件類似的吊掛勤務了 對所以其實是滿重要的 在立體救災在各項的技術能再跟機組人員能更純熟的去搭配 因為未來我們在救災面對到更多的立體災害上 我們可以更精準的做到我們該有的技術 新唐人亞太電視李娟榮臺灣屏東採訪報導